刚出生幼猫怎么样 刚出生的幼猫最好的方式是跟着母猫 因为猫妈妈基本上是很能干的 都会去把小猫打理得比较好 你只要保持母猫充足的一个营养 保持一个比较好的 独立的安静的一个环境给它们 它就可以把小猫 就是饲养得很好 但是如果它或者是不太擅长 那这个时候呢 就需要去人工思维 在头一个星期会比较困难 因为每两到三个小时 就要思维一次 每两三小时思维的同时 还要去给它排尿排分去轻柔 它的一个就是升级期 或者是排泄通道 这个时候去帮助到它 然后一个星期以后 就会稍微好一点 每四到五个小时 或者四到六个小时 给它喂一次就足以了 那么随着它的一个日龄的增加 和体重的增大 它每天的一个虚奶量 也会越来越多 注意改善这个虚奶量 注意就是慢慢的 要去给它增加奶量就可以了 一般而言 只要环境上是保暖的 然后环境上是安静的 是一个洁净卫生的 所以这样的一个卫食 就会有一个很好的 一个思维饲养的一个条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